那你現在信不信,覺得有鬼? 我一開始是併持科學精神 但是現在,這些東西令我順其有 不過我順其沒有 Hello,大家好,我是Pit 這刻我就去澳門 由於時間關係,我已經check in 我現在先去我的房間 看上去都多光猛 今天我們住的酒店叫做聖X 以前就叫做格X 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是誰 我上網看就說這裡超級猛 但我一個完整的鬼故都找不到 Anyway,我們進房間 今天我們入住的房間是818號 這裡就是816號 是微房 而且旁邊是後樓梯 今天非常好 完全符合我們寧意staycation的風格 好,我們進去 原來已經開了燈 這次記得拿回行李箱進來 甚至在台北系,完全忘記拿行李箱 放在門口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間房間 大概600多港幣 但我想說,嘩 嘩 會否太大了 有偏廳的味道 超級雙人床 精美工作桌一張 然後廁所是,乾不乾淨呢 廁所是浴缸 加這個蒸面座廁 洗手盆也是那些 但我左邊呢 這個位置 竟然那個衣櫃在廁所一邊 這個搞笑 大家看到我拖行李箱過來 就是因為我幾天都會在澳門 因為我思考過 為什麼我經常去台灣 或者泰國都可以去 三日兩夜 四日三夜等等的行程 為什麼澳門不行呢 所以我這次就打算連續幾天在這裡 拍不到的視頻 今天這間是第一天 不知道是不是市道不好 還是為什麼 我現在去哪間酒店呢 他們都跟我說 我們幫你免費升級了 不知道什麼什麼房 好像今天這裡 本來不是這間房 它現在是免費升級 還可以延伸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Trip.com 那些鑽石級會員 還是真的市道不好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很大 但可能很多人都不太喜歡 因為是美房 不過美房其實是會大一點的 我們在講故事之前 特別明是阿輝哥 因為也是阿輝哥載我來這裡 他第二天下午六點上班 現在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了 他都還載我 非常感激的是阿輝哥 事不宜遲 我們先講一下故事 為什麼一開始我會想來 我以為是虾門 原來是隔音問題 聽到各各各 為什麼一開始我會想來這間酒店呢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超級忠實觀眾 Angry Cat的一些說話 所以我才會來 他之前上網問過大家 有沒有人知道這間酒店的鬼故事 因為他小時候好像聽過的 這裡很慢的 有一間房間是封了 但窗口就沒有封 走過酒店的時候 抬抬抬都會隱約見到房間很黑 聽過人說 什麼在那裏做 都說很慢 見過鬼 希望有人說一下 再加上這間酒店的旁邊的 創X豪亭 經常都見到一班人 匹馬大校出品 沒錯 我們一會都會去這個 創X豪亭去逛下 看看那邊的環境是怎樣 有人說在創X豪亭 朋友看樓 一上去頭就很痛 馬上走人 然後又說 以前是亂撞江 還有一個很厲害 就是朋友的朋友住創X 回家一開門 見到四個人在那裡打麻將 馬上關門 回自己的家 竟然見到有人在那裡打麻將 今天沒有實際的樓層 也不知道哪間房間 只知道唯一間房間是封了 窗口沒有封 不知道多好 應該找不到的 我們一會兒出去逛個圈 或者看看這間酒店 有甚麼行走 然後去創X 這一刻我們先看看窗口 因為剛才還未看 這樣看起來好像很大 窗口 怎樣開 側面開 唉呀 嘩 嘩 我想說對面是民居 看到一雙腳在對面 對面大廈是否創X 應該不是我的 我們現在出去看看這間酒店的部分 剛才忘了脫右手那條辟邪水晶 因為有個觀眾最近送給我 空餘時間就會大客 拍攝的時候就會脫 剛剛忘了脫 現在脫了 我們現在搭升降機 看看可以去哪裡 有甚麼地方去呢 全部都是客房 三樓都是客房 和咖啡廳有泳池 我們先去這裡看看 那些東西應該都收光了 但是 三樓的房間好像厲害了 游泳池也是這一層 哦 這裡出去游泳池 但是應該散了 咖啡廳 原來咖啡廳在另一邊 不過也是收了的 這裡就是 但在播放歌 可能是酒店播放 好 我們下去下一層 二樓它寫的是停車場 我們看看停車場是怎樣的 我想說 很久沒有搭過這個船 通常我都會搭金巴澳門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搭船要220元 停車場 還有一些部門 這邊是專用的 我們去這邊停車場看看 因為我記得以前都是 百多元的 搭船都像 停車場 一張 都幾光晚都沒有什麼 不過酒店又放了很多雜物 早點的時候真的嚇死我 他跟我說220元 我心想 220? 什麼時段 現在晚上很貴的 搭金巴都是5-6-10元 而且其實時間差不多 如果不是我今天出了 趕到剪頭拍 我一定不會搭金巴 神經病 心都可問 今天我差不多第一餐 是9點多晚上才吃 喜歡吃M忌 M忌也要58元 因為一個雙層芝士漢堡餐 加起來好像已經接近40元 再加雞翼14元 全部加起來就58元 我已經用了Q泡 哇 物價指數真是高到難以想像 M忌也快吃不起 唉 好 我們繼續下去 一樓都還有一層 但沒有寫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是什麼 是什麼 會不會好嚇 嘩 這是什麼 美容中心 原來是 美容中心 那又回到地下 地下 我剛才看到很多人在住 晚上11點都很多人在住 好 這個就是 大堂 我想說 這裏職員也挺有禮貌 一看到我 本來想說國語 然後我對香港的身份性 立即轉回做廣東話 這裏幫我升級了 非常之好 我想說這間酒店的內部 是連住了一間叫做 低湖水調美肯餐廳 不知道是水調還是餐廳 在我身後 免得這麼張揚 那裏的人已經看不住我 再拍下去就被人打了 好 Anyway 我們現在走出去那個 什麼什麼豪庭 忘記了什麼名字 創X豪庭其實在酒店旁邊 但也要走少少的路 好像要走上山 我身後是酒店 創X豪庭就在前面 這裏直去就應該到創X豪庭 這裏是不是就是創X豪庭呢 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 它基本上是貼著我們的酒店 可能我剛才看到的位置就是創X豪庭 有些人說 很多人經常在這裏披馬大校 做些殯儀的事 我看這裏都頗難做 其實這裏是斜路 除非在這裏最長 不過在上面應該停車場 其實沒什麼特別 純粹比較暗一點 還有偏僻一點 除了之前說這裏是亂撞崗 還有一件事就是附近 走前一點就是墳場 可能就是墳場的原因 所以這裏鬧鬼 那就不得而知了 無論如何 這裏很特別 我們現在就回到房間 再分享多一點奧門 有什麼鬼故 接著我就要出去 因為還有一條影片 今天要拍完 拍完之後 我再回來酒店 今晚的行程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家之後就可以看到另一條影片 我們現在先回房間 好了 已經去到我房間門口 但是呢 我打算很正常地回去 接著拍港鬼故 非常之靈異 剛才這張卡 不知道為什麼 插機都開不了門 接著我打算開Gopo拍 接著Gopo又開不了機 整個電子要拔掉它 現在裝進去才變回正常 我們現在看看插不插得好 先試了四次都不行 現在看看行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壞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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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 壞了這張卡 先去換卡 好了 已經弄完了 他說這張卡燒了一次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去到賭場 還是什麼地方 我只是出去了 剛才那個浩亭 不知道為什麼 無端燒了一次 他說也有可能 我身上有些磁性的東西 我不知道身上有什麼大磁性 無論如何 現在拿了一張新卡 我們可以再試試 不過我想應該不關事 因為剛才我弄的時候 也有其他住客 拿來 那張卡燒不了 應該是慣性的東西 他還叫我找個套 套住好一點 好了 我們又來了 好 行了 房間有沒有不同 有呢 好 沒有 那分享一下故事 因為這間酒店沒有什麼故事 所以我們必須要借用其他酒店的故事 來營造這個更加恐怖的氣氛 我們立即和大家說一下 今天我們分享的故事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說的故事 酒店可能有些存在 有些不存在 未來我們也有機會 親身去這些酒店探索一下 所以其實現在說 都十分刺激 因為可能很快就有機會去到 那第一間酒店 就是黃X酒店 很多人就說黃X酒店 一向給人的感覺都很棒 尤其是這個地庫的酒窗 但是也是最得人驚的地方 這個 說這個故事的人 就說他的朋友 有一次就去那裡做暑期工 然後他幫同事的酒窗拿走的時候 覺得呢 咦 為什麼好像特別冷 這裡還有一些風 起初他就想 會不會有心理作用 還是太累 不管了 那找酒的時候 突然之間聽到後面的櫃 那些酒在那裡震 因為那些酒很貴 他很緊張 回頭一望呢 什麼都沒有 很安靜 他心很寒 他就在那裡說 不要搞我 我都是打工的 就是他離開的時候 他全身都不能動 還感覺到呢 有人在進酒窗 他周圍都出現腳步聲 是一困人那樣 那他那時候呢 仍然就看著那些酒 腳步聲好像越來越多 之後有個人呢 在門口叫他的名字 原來是做了很久的Secure 那叫他之後呢 就能動起來了 他還問Secure的地庫酒窗 是不是有些東西 Secure就說 年輕人 你以後呢 不要一個人進來了 如果要進來呢 你都要找一個人陪你 這裡以前呢 還不是酒店的時候呢 在一個蒲葛人的家裡 之後呢 有一次火災 整家十幾人死光了 由於那個屋主很喜歡 跟朋友喝酒 所以就說 整個人在酒窗 看到他的靈體 但是如果有很多人 同一時間在酒窗 他都會回避一下 一個人呢 看到他的機會就會大一點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故事 其實我都是鄉土找回來的 哈哈 第二個是蒲驚 那這件事呢 就是他叔叔結婚的時候 一個兄弟說給他知 那這個兄弟呢 那時候呢就是一個當值近的樓層主管 整天都要去某一層的櫃檯當值 有一次呢都挺悶的 那一晚呢 因為有個同事請假 那高層呢 就叫他十幾樓上班 他說OK 那高層呢就叫他上去的時候呢 記得裝箱給十樓的關二哥 那由於他都不是信教人 所以就沒有裝 就是那一晚他上班的時候 悶悶地就去了一間 無人住的房間呢 蛇王 睡了一會之後呢 他聽到對面房呢 好像有人叫room service 他就立刻出櫃檯看一下 他的資料裡面呢 那間房間根本沒有人租 他以為有人進去 所以逼著進去看看什麼事 那當他打開房門的時候呢 他見到一個中年的女人 坐在梳妝桌前 背對著他 整間房的燈光很紅 好像人家那些曬上房一樣 那女人聽到開門聲就叫他進去 還說等了他很久 很想他陪他 即是我男人就知道什麼事了 心都寒了 打算走了 誰知道一對子公仔 一藍一擂 站在門口 不讓他走 頂你的肺 無管冷了 他用力一推那兩個子公仔 跑了出走廊 那兩個子公仔 追著他 叫他不要走 我覺得應該 吹噓的故事 越趕越離譜 他說 他主人等了他很久 你不要走 追出走廊 有沒有那麼誇張 兩個子側公仔 接著那男人呢 就立刻搭升降機 出大堂 找人幫忙 他進了升降機 高層打算沒事了 誰知道他聽到的聲音 還在他後面 原來那兩個子公仔 還進了升降機 接著那兩個子公仔 抓著他對手 一起出升降機 回到剛才的房間 然後那個女人跟他說 我等了你這麼久 怎麼會讓你走 之後他怕都暈了 第二天他醒來之後 發覺自己在十樓 關二哥的帳前面 他出外面的時候 見到那個高層 還將這件事告訴高層 高層跟他說 都叫你撞一下 是否關二哥 才開工 又不聽 很多同事都指到 那層死的人 是因為輸錢 看不開 他在房間內吊頸 做了很多次法事都沒用 很慢 我九成覺得這個故事 應該是吹嘴 這麼誇張 可以兩個子公仔 衝出走廊 進了升降機 如果我看到這件事 我應該死了 不得而知 不過我尊重這個故事 但是太誇張了 現在我就會說第三個故事 也是今天最後的一個故事 而這間酒店 其實我明晚就會跟KBB去 明晚KBB去 就會離開澳門 我們一起入住 看看會否拍到什麼厲害的東西 不知道說了這麼久的鬼故 會不會聚到任 那些人說 那些靈體很喜歡聽鬼故 那可能我身後 已經越來越多靈體 好來了 各隻晚 全澳門都知道 但是有些更加晚的 就不是很多人知道 由那次的跳樓事件之後 那間酒店 就不斷傳出 這個不可思議的事 生意大受影響 之後 只能靠這個黃色事業為經濟支柱 事想上一間這麼大的酒店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最後還倒閉 當中出現了五小時 他就說他有個契爺 做這個司法 五十幾歲 他說那裡以為很好 整座新馬路最旺的頭 在這間酒店 很大 可以說是澳門街的Top10 出入都是有錢人 跳樓事件發生之後 有人看到牆壁一些奇怪的圖案 還有一些怪聲在晚上出現 當然 開頭沒有什麼人相信 但是過了一陣子 連不信的人都親身中招 最後連管理層都要正視一下這個問題 有做法是有超到 但是沒有什麼成果 有些妓女曾經報案 說晚上被人打 這麼誇張 哇 靈力已經很大 可以打到人 因為我之前都試過被靈體推 都很深刻的 但現在直接被人打 還有說他們的房門直接被人打了 看回CCTV 其實門是自己開的 沒有人在外面 還說好像經常有些重的東西 跌到地上 一聲 他乾爹同時就說看CCTV 看得到心寒 還有一些東西很神奇 好像看到一個影 嚇死我 有一次有隻大飛鵝在大堂 停下了整個星期 都沒有人敢打他 因為飛鵝被打或者追的時候 會發出女生叫聲 他說不要啊 這樣的慘叫聲 神經病 一個星期後飛鵝就死了 如果以上的故事都是真的 我相信澳門應該是全世界最靈異的地方 連飛鵝都可以發出女生叫聲說不好 Anyway 這間酒店就是我明天和KBB去的酒店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見到一隻 會說話的飛鵝 如果有的話 我一定會和他一起直播 問問他 你喜歡什麼 或者你覺得我怎樣 不知道 Anyway 說了這麼多 我們現在就收拾一下東西 一會兒我們出去拍片 我們一會兒睡覺的時候見 時間已經去到凌晨五點半 小弟在這房間已經生存了幾個小時 沒有什麼差平 這房間首先大到爆炸 然後水溫水壓完全沒有問題 沒有怪聲沒有異味 小弟有一點點推薦 甚至會 不過恐怖的時光 怎樣都要來臨 雖然現在已經五點半 而剛剛是沒有怪事發生 但我都要實察一下到底 我房間中 會不會有靈界朋友在這 聽說這間酒店很猛鬼 會不會有靈界朋友在這 如果有的 你可不可以發出一些聲音 讓我聽到呢 暫時來說 好像對電台為主 沒有就早晚了 拜拜 靈魂盒子沒有聲音 那麼火殘呢 好像連火殘都沒有 差不多天亮 小弟要睡覺 看看一會兒睡覺的時候 會不會被鬼摘 或者聽到什麼奇怪的聲音 歡迎大家留言 我知道也是因為我們是Trip.com的鑽石金會員 還是因為最近市道不好 所以他們常常升級大家 好,如果喜歡這影片 記得訂閱和分享 然後訂閱和Facebook Patreon 加入會員 還有精美產品 Mary has still there 另外想看Support影片 就是APP731 或者KPB Channel 大家繼續補料 我沒猜中 哪間酒店或者地點 跟我說 大家早上 拜拜 這樣就是 我應該是住 四個X的第二晚 前兩天 每一天基本上 都是要去辦很多正面的事情 基本上每一天都很累很累 我一共住了四天 第二晚開始 洗澡之後 玩了手機 玩不久 我今天剛好 特別累 我平時都要玩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玩了十分鐘 睡我手機 然後要睡覺 睡覺之前我看到 我姐姐是進了洗澡房洗澡 然後後面睡一睡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多久 聽到右耳邊 因為我右耳邊是洗澡房 然後我聽到一些 加燈叉的聲音 鐵鬥 砰砰砰砰 好像人們過身 要裝什麼意識 最重要是聽到一些打聲 我開始害怕了 前面我聽到一些砰砰砰的聲 我都沒有什麼害怕 我想醒 我張開雙眼 鞋子是望向浴室的方向 但是也沒有什麼徵象 根本上醒不到 然後再動 也完全是動不了 當時已經有一點點想飆寒 然後我就瘋狂罵 罵很多 粗 因為爆粗 最後我罵了一句 不要再吵了 然後 OK 動到了 我姐姐是躺在我左邊 然後我轉回頭 左邊 我姐姐是躺在床上 是已經入睡了 後來到第四天 那一刻是我姐姐給她躺在床上 然後她就是聽到房間 有些滾來滾去的聲音 但是其實我不是太相信 因為當時我的房間 其實她的地板是有些面 有些地震的 但是她說她很清晰地聽到 有些劫碼的滾過去滾過去的聲音 她都是射不到 後來我不知道她是怎樣射 就是這樣 就是全家人都差不多撞了 幾乎 那你現在信不信 覺得有鬼 我 我一開始是併持科學精神 但是現在 這些東西令我順其有 不過我順其沒有 真的夠 非常好 謝謝你 謝謝你